玉里镇代表会定期会31号由张明慧来进行质询 张明慧针对了玉里镇内行道数修剪不当 导致破坏阵容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要求公所要选择正确的数种来进行质数 玉里镇代表会定期会31号是由张明慧进行实证报告 张明慧针对玉里镇内的行道数修剪不当 导致破坏阵容问题提出建议 要求公所能够正确的选择种类来种植行道数 为什么把它整个剪得光秃秃的 是不是这样失去了很多数的它多样功能 遮阴啊 那必行人啊 让它能够生物栖息啊 让它能够调节啊 气候啊 所以本市也特别找一张 这个标准 一个台北市 他们用的一个标准树木修剪的一个方式 玉里镇公所农业客回应 人形步道宽度不到两米 但是阿伯勒是属于热带树种 枝条会容易生长 民众的需求会希望全部砍掉 不然会挡住居民的树架 所以回到本身问题 会选择适合的行道数来种植 如果下次如果镇内我们还有我们清洁队的弟兄们 在修树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乡亲 能够体谅一下 就是说 或许那个树真的会影响到你们的日常 那但是我们当然会尽量配合 在能双方都取到一个共识的平衡点 又不破坏树的一个美感 公所表示玉里镇内的老树园区 还有老庄树及公所前老树 都是由县府农业出来修剪 目前也都陆续跟县府提出 纳入玉里镇内的老树申请 另外行道树的部分 每年编列10万元 为由清洁队带为修剪 公所会在座讨论选对树种 势地势众才能让行道树活得更长久 记者高雄雙玉里镇采访报道